泰国古城仙罗 六百多年前 泰国仙罗大臣王朝 正值中国明代 两国友好往来 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后来两国建立邦交 中国成为泰国重要贸易伙伴 泰中一家亲 传为佳话 1945年6月8日 一批太极华人 以五百万泰铢注册资本 创立了开泰银行 意在促进泰中贸易 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 如今开泰银行 已成为泰国第三大商业银行 为满足客户 对全方位多样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开泰银行集团 于2005年组建成立 旨在提供全方位的卓越服务 开泰银行围绕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把客户分为八大群体 按照不同客户群体的特点和需求 提供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 开泰银行出色的经营业绩 使其获得国内外权威机构的诸多奖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占泰国市场份额之首的中小企业金融业务 开泰银行还组建了中国业务总部 以开发与中国业务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银行还在曼谷设立了中泰商务中心 由中文流利的客户关系服务专员 向有一来泰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提供信息咨询 并通过多种渠道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在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五万通先生的领导下 开泰银行致力于为中国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银行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 并最终确立了主要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战略 目前开泰银行共有八个海外分支机构 其中五个分布在中国 分别是深圳分行、香港分行、北京代表处、上海代表处和昆明代表处 此外开泰银行还与东盟成员国的银行建立合作关系 以满足来自其他东盟国家的企业 与泰国贸易投资往来的需求 开泰银行的中国市场业务 以深圳分行为主力 为广东城各地多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客户提供信贷支持 目前开泰银行在中国市场的金融服务涵盖三大产品领域 包括 一、储蓄投资领域 以存款类产品为主 二、融资借贷领域 以贷款类产品为主 三、跨境交易领域 提供为中泰进出口业务及跨境投资服务的操作交易类产品 有意咨询相关信息或使用金融服务 尽请联系开泰银行深圳分行或曼谷开泰银行中泰商务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